大家好 又来到油麻地新闻简报 我是你的主持人大佬B 今天想说一件内容 其实是这段时间已经不断有人谈论 就是可能你也有看过的 参观港人家短片 到底这一类型的短片 其实它为什么会在网络爆红 又有那么多人会去拍的 一看内容你都会认为 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访问 可以说是一个剧本 但是为什么内容又不是真的 仍然有那么多人去看呢 我会讲下流行文化如何去反映社会的需要 亦都和大家看一下这一类型的短片 内容是怎样 背后又可能有什么目的 开发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 欢迎各位 又来到油麻地新闻简报 我是大佬B 正式开始之前邀请各位like这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建设性留言 还有follow我们的社交网站平台 当然不少得娱乐又麻地的Facebook群组 我们一有新片和新的讯息 都会和大家密切和热烈地讨论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这一类型的短片 我就放在旁边的位置给大家一路看 其实就是近期社交网站平台 无论是我们常用的Facebook、Instagram 又或者有些港人都会使用的小红书、抖音 都出现了这一类可不可以带我去你家参观的短片 他那个套路相当清晰和一致 首先就是有一个记者或者是我们做一个街访的人物 他就会在街上随机找一些人去问他们 咦?可不可以去你家参观? 通常这些受访者第一下 那个演技就好像好恶然的 咦?这样的? 但很快他就可以和主持人打成一片 无论他问你什么问题 例如你薪金多少、租金多少、你家是怎样租 或者公屋怎样拿回来 他都可以一一如实相告 这一类型的短片最近就在网上那里 这一类型的设计数开始越来越多 而且感觉数完全都不简单 很多都是有几十万的人次去浏览过和转发的 不如我们看看他们这些是什么葫芦 什么药?这一类型是他们的短片 一开出来的手图 通常都会大大只把一些比较抢眼的资讯 例如香港房租多少钱 或者是赤数很小还是很大 用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手法 来给你们去看 但有趣的是 例如这两张图 虽然女主角打了格子 但细心的你或者有看过这些短片的你 都不难发现 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饮 直接了当地说一句 其实就是演员 这个演员可能会一个人分析几条片的主角 这间屋也是他的 那间屋也是他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形式 但大家都完全不介意 会一一观赏的呢? 不如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有趣的报道 有见及此 看到这一类型的看楼短片爆红 内地有一名博主 他叫阿桃 其实都开始就试下 挑战参观香港人的家的短片的拍摄 于是他就在香港那里 又是随机 学这些短片的博主一样 问下陌生人 看看香港人对这些陌生人去问他们 可不可以参观你家里的真实反应 影片里面阿桃就以不太标准的广东话 去问那些图人 可不可以去你家里看看 图人通常的回复都相当直接的 以下来就是很香港人的反应 当然是不X行 我都不认识你的 黏X线 X你是谁啊? 有不少人也都以粗口回应 这条短片相当真实 现在你可以在小红书 或者在Google搜索 都不难找到这条片 这个就是图中所谓南博主阿桃 他去短片的一些截图 通常那些人都睿你都锁 完全转身就走开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 说可以给陌生人上来看 我想这个都是香港人的个性 我们都会有一个警戒心在 一般我们都不会那么容易 去和对方聊天 国主阿桃说 这些才是正常香港人的真实反应 因为家里是一个人最私密的地方 阿桃的说法是 家里是香港人最私密的地方 但我这里有些修正 我认为家里也是所有任何地方的人 都是一个很私隱的地方 连普通朋友都不一定会带他们去看 更何况是在马路上遇到的陌生人 这些就是经常会见到的画面 就是一个记者 会去随便问一个图人 那些图人全部都是精心打扮 化妆穿得很漂亮 他不但不怕你访问 还可以带你去他家看 他再强调网上的都是剧本 不是炎耀豪宅就是卖惨 通常都是香港讲普通话的人 而拍该类影片各有目的 我们听下有什么目的 分析下这位博主讲的东西正不正确 有些网红为了博眼球 亦有做保险的人 希望原付和获得客人或招揽下线 亦有房屋中介或地产之间的合作 介绍一下香港的楼是怎样的 好便宜还是好漂亮好大好贵的呢 而有些就是住公屋的 只要不是盲的 一看都知道他们一点都不穷 更加指出 其实香港人真的不是针对大陆人 而是讨厌鄙视用不正当手段 占用社会福利的人 这位博主都讲得相当公道 亦都讲了不少香港人的心声 这是一个没有打格仔的版本 就看到我刚才一开始展示给大家两张图 这几条片的女主角 你看到吗? 她是说自己住公屋的 即是她带记者去一间公屋参观 但她会穿着低胸的瑜伽服 然后是化到一个好行好行的妆 就说自己神运经过 那你真的看完会不会信呢? 好了 再看看这些截图 通常香港人都是这样的反应 你不要问她叫你去带她家参观 你说你跌了银包 问她借两元 其实她都是这个反应 通常都会转身 不会理你那么多 网民看完之后 其实都纷纷留言表示支持 亦都说 终于见到正常人 终于有人讲真话 我还在想 为何会凭一句说话 让你入她家 还要拍片 有些网红为了搞流量 毫无底线 亦都有网民指出 谁人都知道演戏 当然是假 更加耻笑 有什么人会当真 认为一点可信性都没有 下面亦都有记者一个截图 就是现在很多时候 一些小红书或者抖音 都用这些鸡拿这么大字 去说香港有多少平方米 要多少万去买或者租 作为标题吸引流量 你看到那个view数 都是有很大很大的流量 在当中会产生 证明就非常受欢迎 通常这些片都会放大一些家居的特点 就像我刚才这样说 一般都是分为尺数和价钱去说 另外亦都会受访者 收入如何住这间屋 都是一个讨论和观赏的重点 我们先看看这个 我都自己上网找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 例如这个就是随机参观同事家 他就是一个小红书的用户 他的名字就名为香港奇老板 就讲述他如何和员工去互动 例如去参观同事的家 但如果我根据他们的内容描述 他们应该是做一些审计的生意和工作 这位戴眼镜的男同事 其实就说他的年薪希望可以做到过百万 证明他每个月的月入绝对不少 但他家里只有14平方米 一进去就已经少少走廊 马上去到床 大家就看看合不合理 看下他的hashtag hashtag 香港房子 香港房价 香港买房 香港生活 香港工资 如果根据这些hashtag 亦都证明 原来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士 对我们香港人的生活质素 人工和他可以住到什么楼 是表示得相当好奇的 第二种就是这一类型 因为香港串金尺土 所以很多地方 不要说只是大陆 都对我们的住屋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奇心 和觉得很猎奇 为什么可以一个小小的家 可能只有三四百尺 但里面可以住到一家四口 再加上工人姐姐 所以有些装修师傅 装修公司 其实都会拍这一类型的短片 但他想提倡的东西 或者宣传的东西 就明显不一样 他就会说一下自己的装修工价 怎样可以给一个 这么小的家居 都可以灵活运用 少少的房子 间出三间房 每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还有收纳位置 看这张图的确都不错 不要说大陆人或者哪地方人 香港人都会面对住屋需要的问题 如果一个不小心 多一个 一个小小的空间 我当然需要多些位置 所以间房或装修是一个大的需求 不只是一些小小的家 会引人注目 如果是一间很大的豪宅 好像刚才那位博主阿涂 原库也是其中一个非常抢眼球 抢流量的题材 今次是另一位博主 他就说探访香港精英家庭的八层别墅 八层别墅 一年租金高达66万 谁人都会好奇 这位阔太 带大家去看他的别墅 里面还可以打哥尔夫球 你都没说不敢 无论我们在香港如何生活 如何在一个小的地方 争取自己的空间 以及我们可以赚到多少钱 去应付这些需要 香港的房租又或者是楼价 又是否真的呢 传说中那么高 都是很多人好奇想知道的内容 其中他们一个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他们觉得香港人的住屋 或者是那个生存 其实都有些抑压 在很多人的既定印象里面 都觉得我们是要在很多人 住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 但是我们是觉得不以为然 还觉得很正常 甚至一些很小的蚊型楼 买到天价 我们仍然去抢着去买 这些都是他们觉得我们很特别 和很奇怪的地方 这张图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似乎是不少大陆人 对于香港人的住屋想像 看看这个内容 在香港想买房 压力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都是他们很希望能够探讨的话题 而且有很多人近年都是移民来到香港 他们都会很想知道 如何去适应这个城市 所以就会有很多这一类型的短片 应运而生 我们再看看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制作 都是挺认真和精美的 它就是参观了香港一个全港最小的房屋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棺材房 一进去是一个很小的空间 直接就已经是床 而旁边就有一个浴簾间隔的私人浴室 你无论是洗澡或洗手间 都是在这个地方里面 转身都有些困难 而你自己的活动空间 就是在你的床上面 顶头有一个衣柜 旁边也有一个雪柜 是一个吊柜的形式去做组合 所以平时你在房间里面的活动 你就要屈脚 睡觉也在这里 吃东西也在这里 我其实觉得这一类型的题材 的确是很有趣味的 而且因为够了切身和贴地 所以看起来都会很有亲切感 和觉得很有趣的 不如看一下不同地方的网民意见 看完这间很小的棺材房之后 他们留言说坐牢是唯一出路 香港是否租房最贵的地方 这间房太压抑了 我真是震惊香港的房东真是厉害 网民都对香港的住屋非常之惊叹 有些留言也都直接去反映了 究竟他看这条片的目的是什么 好像我刚才说 整天见到的这个演员 下面的讨论多数就是说 他说自己在深圳有400万的楼 这么高调政府不查 也有一些解答就说 虽然他就在大陆有400万的楼 但不是在香港 如果在香港政府肯定查 但如果在深圳就不关香港政府事 如果内地有资产会不会影响 有人也会好奇地去问 所以这里都会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一些答案 就是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国内人的话 假设他在其他地方有物业 在香港申请一些公共福利 又会不会有影响呢? 就解释了这类型的短片 为什么会有市场 继续就是本台精神 要看一下一些数据 这些短片这么多人看 一定是市场反映 Demand and Supply 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如一齐看一看 2023年有多少新来港人士 这是来自民政署和入境署的最新资料 2023年的第一季 已经有9191名持单程症来港人士 平均每一天是有102人 儿童亦都占了多少比例呢? 大约是20%左右 而25至44岁 亦都是一些劳动人口 他们都占了44.6和43.9的人数比例 而这帮新来港人士的年龄中位数 就和2018年和2023年的第一季同样是33岁 至于他们的男女比例 亦都是女性较高一点 大约是每1000名女性 就是对695名的男性 和每1000名的女性 大约是对649名的男性 刚才看了这些那么多影片 除了是反映真实的需求之外 当然亦都每个阶段的流行文化 是讲当时社会的面貌和状况 好像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有移民潮 因此富贵逼人广受欢迎 而另外一些题材 就好像是笑声救地球和表姐你好野 都是在97之前发生 广受欢迎的原因 就很明显是反映着一般人 对于1997年前后的想象和信心危机问题 所以我见到某些留言就说 好像想挑起一些地方的矛盾 但我觉得如果是一条片很多人看的话 亦都正正是讲这个是一个市场 现在所需要喝求想知道的一些资讯 就算我是一个传播者 传播者当然有他的责任和一个力量 但如果我讲那些片 你们没有兴趣知道 无论我多用心拍 多大力拍 例如我日日说 大佬B最漂亮 大佬B最fit 大佬B最年轻 你们都是无兴趣会click进来 而且这个讯息根本都不可以有效地传达 这些片你们有兴趣看 一定是反映了你们内心 都对这一件事是有一个憧憬或者好奇心的 而且每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 是完全反映到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 例如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 龙虎炮好看好看 但是哒哒哒 究竟这个哒哒哒你是填了些什么歌词呢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我的设计的一个师兄去聊天 他那首歌是说好益时贵的 而我那首歌是说好经济的 你想想只是差几年 亦都可以在歌词里面会有一个变化 证明流行文化是会随着社会的变化 而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和变迁 在昨日的直播里面 我们亦都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除了看这些房屋参观家企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一些很有趣的情侣短片 都是在一些网上平台里面现在大行其道 而这些短片全部都有一些很刺激的标题 例如双方他们的年纪差距很大 又或者从中有一个很大的金钱或礼物在里面产生了 都是一个抢眼球的方法 全部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流量 到底这些又反映着什么呢 而整体的效果很明显就是见到消除了很多的不安感 令到不同地方的人士都好像生活得非常融合 非常包容的状态 到底这个画面又有谁是特别乐于见到 和想大力去提倡呢? 这个就留给大家一起去思考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在离开之前邀请大家like我们这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有follow我们的社交网站平台 还有娱乐游麻地的facebook群组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等你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拜拜